2022 神秘的夜 和大家見面 今天會和大家說什麼呢 就是那一宗在飛機上發生的古怪事件 話說在幾個月之前 就是一架美國的內陸機 突然間有個女人 站起來大炒大賴說要下機 到底發生什麼事呢 這個女人就說坐在旁邊的人 不是人類 大家不下機 乘機人都會死 有很多網民說 女人可能是沒有說謊的 就說坐在旁邊的人 叫做Shakeshifter 紀圖 你怎麼看呢 這件事其實不算是新的 以前我們向神秘的夜 都有提過的鵝獸 什麼是鵝獸呢 我手就是可以變成人形的神獸之一 為何今天神秘的夜會說這個題材呢 其實你想想 如果Shakeshifter是真的話 會不會我們身邊的人 其實未必是那個人來的呢 其實是Shakeshifter 去模擬那個樣子的人呢 換句話來說 可能有一天觀眾在看的 就並不是我和阿幾圖在做節目 而有兩個人就扮著我們在做節目 但如果是這樣就很糟糕了 那有機會 人們就在追求假的節目 就不記得追求我們的節目 關鍵是 如果觀眾看完之後在YouTube上面 他們訂一個訂閱鍵 問題就解決了 沒有錯了 其實我和阿幾圖真的沒有配合過 但正正就是我想說的東西 其實有人假裝我們兩個 是不要緊的 最緊要就是 用YouTube平台看我們節目的觀眾 記得訂閱我們的頻道 和鈴鐺按一下 我們有新的節目就會有通知 好了 今天的神秘的事就是這樣 之後就有神秘之事了 並不是真的我和台長 不是 我和台長 對不起 我和阿幾圖 對不起 歡迎大家收看科學新資 我想這個星期其中一個最重要的科學新聞 就是這個Space 6 繼續有一個新的發射 究竟這個發射是成功還是失敗呢? 又是我會重複第一次的經驗 一次是屬於成功的失敗 什麼都我說了 但是我覺得更加有意義 就是在這個探索過程裏面 就是我們比較回到第一次來講 有沒有一些東西是進步多了 因為其實在今年4月份 去第一次試射的時候 我們已經說了 他們就不是說要花很長時間 和你每一件事都挑剔到沒事為止 他們就是大約知道這些東西是差不多 他們就放上去 然後之後由錯誤中改進學習 這個目的很簡單 因為他們發覺這樣做 成本可以省一些 因為反而你放在地面上 一路不飛 一路不試 慢慢去試 慢慢自己去不拿 不是在那裡飛的時候 慢慢自己在實驗室摸索呢 你那個人力開發的成本 可能更慢 那就不如幾個月 馬上整好幾支 然後大家覺得初步好 就去試 然後還有什麼不行呢 那就再留下一次再飛的時候再改進 但是我會這樣說 那個進步算挺大的 如果你問我在第三次 就是如果是下次再來的時候 我都覺得很可能就會成功了 所以從頭開始整 到真的整支東西可以擺上天空去成功地飛 你會發覺可能加起來的時間 是不用兩年就可以做到了 應該如果以這個進步的速度 如果下次就成功的話 應該是趕得切交貨給NASA 去下一次的探閱任務 這個問題我有一點點看法的 第一件事就是這樣的trial and error的做法 只可能是一個民營機構去做 因為如果政府的機構 牽涉很多 譬如國會 國會會查數 輿論 還有政府內部 政府內部的鬥爭 就是這些人士的傾擇 但是另外一個 我也覺得只能夠Elon Musk 這種企業家的冒險精神裡面 他才能做到這種方法去做 第二件事就是可以比較一下 這個大航海時代的情況 大航海時代 大家如果有一個普通歷史的錯覺 就好像試了兩次搞定 其實不是的 最初的時候在葡萄牛一邊 他們是逐附走出去 是 那些船 tall 自己逐,錯過一次再改良 船重改陸 即可以走遠點 他們最初還不敢一次過 hjäl澳北的大西洋 所以我想可以做這個類比 就是大航海時代那種的做法 和現在這個做法 有些近似的地方 另外一個我自己都想到的就是 萊特兄弟去弄飛機的過程都是 純粹他是私人 用自己私人的力量去做 他覺得行就是非 他會不會再花一筆錢去找另一個專家 來給他看看你覺得還有這裡行不行呢? 他原則上可以這樣做 但是你沒有可能是無止境地不停地去做 而不去真的飛一下 到了很多時候就是你真的飛了 壞了 然後你才能看到哪個位置是致命的 然後再改進 但是如果你在政府來說爆一次 你想想那時候穿梭機爆了一鍋 哇 做那個調查公司我想拖幾長時間 現在他不是嘛 他爆了而已 然後你又弄了國會聽證 連總統又要出聲 然後又要去到參眾兩院 又不知道怎麼辦 就是你會多很多這些建制上的東西 很多這些官僚的這類的規則 但問題就是現在傳了消息 這些又不是最後三分部 他說其實這個SpaceX的做法 其實很多員工是受傷的 聽過有人死了 這樣說吧 你只是看看Elon Musk 他那個自己的傳記 那些人都說看到的套路就是 他就不停地出火記而已 他每發覺有個技術難關之後 就去開個會 然後將那些不喜歡的人趕走了 再定一個設定一個目標 就把那些剩下的人 然後最後就被他捉到 無論你弄那些電動車也是這樣 弄那些SpaceX那些火箭也是這樣 那這次來講 他都是這樣去做法的 就是這種完全是一種 就是發明家和工程師那種這樣的精神 中間那個風險來講 他要轉嫁的話 他就將它轉嫁去保險公司那裡 就是這麼簡單的了 這裡可以說回比較正題一點的東西 總結就是 4月份第一次試飛的時候 不知道台長你還記不記得 就是當時發現了那幾個重要大的問題 他當然是爆了 但是其實還有很多其他周邊 都不大不少的問題要去執行的 那個發射台 是啦發射台 是不是 另外那個火箭發射的時候 本身他預計他要分離的 分離沒有分離到啦 預計他33支全部都開齊了的 就是開不齊了 是不是 連那個引致到他就是那個方向都擺得不好 然後最後就是自我毀滅了 而飛的高度都不是很高的 去到40多公里那麼高的 歷時就是4分多鐘 但是上次你看些人都很歡喜著弱的了 好像他們的目標就是彈球飛得起就算了 但是我會說 如果比起今次來講 上次其實真的距離完成 原來真的還差很遠 今次的確是有一個更大的進步在這裡 那真是不如由那個發射台開始講起 上次的發射台最大的問題就是 它整個那個石屎結構 就是被它的火箭一發射的時候 就一直噴 噴到它就是飛沙走石 基本上就將整個鋼筋水泥結構噴到爛了 連個地基都爛了 那現在台長就是他展示了一張圖出來 其實就是在那個Twitter上面 有人去做一個比較 在那個畫面上左手邊那張圖 就是第一次試射完了之後那個發射台 右邊那張圖就是第二次 那台長你的意見是怎樣的 你覺得第一次和第二次進步大不大? 很大 第一個都散了 還有地上都凹了 那陣石那陣運營土都沒有了 露了鋼筋出來的 是不是? 那這次你就不會看到那個鋼筋露出來的了 就是比較完整 是不是? 當然它就... 但是這次的時候它還有一些地方鋪了一些鋼板 那有些鋼板都是飛掉的 還有很有趣的 你有沒有留意這次第二次試射之後呢? 它那個發射台下面有一間小屋子的 有一間好像一間單層平房的結構在那裡的 那就是這裡我覺得它就有意無意了 特意弄一個這樣的結構在那裡 就是如果好像上次那樣的話呢 你有間屋子在下面就一定是屍骨無存的 那這次來講你看到一間這樣的屋子的結構下面 那依然可以安全地存留在那裡 那其實這次比上次做多了什麼呢? 就是在它發射的時候 就循著六個方向這樣噴水出來 就把上面整個發射台呢 一個用鋼板包著鋼筋水來結構整個東西呢 就冷卻著它 變成那個火箭發射出來的那些火焰的威力呢 那就完完全全呢 就不要說完全了 就可以很大部分呢 就給這個水帶走了那些能量 就是如果你沒有了這個過程的話呢 沒有這些這樣的水 弄一陣水蒸氣去擋一擋呢 你直接那樣高熱的那些火噴下去呢 那基本上那個噴射力和那個熱力 就令到整個那個鋼筋水來結構呢 就可以爛到好像第一次那樣 那只是爛了那個東西就算了 但是最慘的是飛起出來 周圍引起那個船風 是令到那些那些骯髒的東西 有破壞的東西 就彈到很遠的地方 那似乎這次就沒有這件這樣的事 那所以呢 那個的就是對於那個環境評估那裡 就應該這次沒有那麼多投訴了 那可以預計到就是 下次如果要再飛的時候 你可不可以用回這次的標準 就已經重複回這次 就已經可以直接過到那個環境評估呢 那照計應該可以的 那而且就是可以令到那個 批准你下次再試飛那個中間需要的審核時間 一定是少了很多了 那至少從這裡你可以看到其中一步先 但是最大的疑問就是 它爆了嘛 那為什麼它爆了?在什麼時候爆呢? 這個整個過程呢 我記得我剛剛都為了這個這樣的事件 都做了一個直播的 在我自己的科學生之頻道YouTube那邊 其實當時看起來挺緊湊的 因為我們就由它起飛到它起飛後的2分40秒左右 它就應該是要分離的了 那我們的確在那個時候就看到它分離了 而且分離之前呢 那個下面推進器的那33支火箭呢 是完完全全齊了腳一起去噴射 而且對於很多去留意這次噴射 我在直播那裡沒有什麼要留意 那就是它33支火箭噴射的時候 出來的那個火焰速是很漂亮的 好壯觀啊 因為是很齊的 所以是很漂亮的 而且是很對稱的 然後呢 而且有一個技術的字眼跑了出來的 上次沒有什麼怎麼提的 但是這次是有提到 一個叫Mark Diamond的一個這樣的字眼 那個Mark其實就是說你多少倍音速那個Mark 然後Mark Diamond Diamond就鑽石了 那原來就是那束火焰呢 在後面的時候看到呢 有幾個零形的結構 就是在那個火焰速裡面 有幾個零形的結構是跑了出來的 這種這樣的結構呢 原來就是在那些超音速噴射引擎啦 那甚至乎這次這個火箭那裡呢 都是完完全全可以展現到 而且就是說呢 你那個噴射是越厲害的時候呢 你就可以看到那個Mark Diamond 是有一串這樣連續幾速 好像就是我會說啦 就不是你想像中的那種鑽石形狀 但是如果在英文世界裡面呢 你玩啪牌的那個菱形 它們也叫Diamond 那你就會看到一串這樣的菱形形狀 在它那個噴射火焰裡形成了出來的 那就代表著其實呢 你可以想像到 它那個噴射速是非常的對稱和完整 令到整個結構一個很完整的這種叫做鑽石形狀 或者叫Standing Wave的這種結構存在了在這裡 那當然你說那個物理學來講 為什麼形成到這些鑽石形狀 或者叫Mark Diamond的結構啊 那這裡就要多一點點講那種流體力學的那種知識 簡單一點這樣講呢 如果在這個超音速噴射流的出現的情況之下呢 很有趣的 你那個噴射流一出來那一下夠快呢 旁邊的那些空氣呢 是會幫你協助幫你約束著 令到噴射流不要散開得那麼快的 就令到你那個噴射的威力可以很集中呢 就向下推就不會有些威力向兩邊這樣散開了 就是那個流體力學的效應是反而還幫助到 你更加有效地將那個噴射的威力 集中在一個圓柱下面那裡去推進出來的 那麼這些威力還會在那個噴射速中間 朗來朗去就形成了這個Mark Diamond的這個現象 那麼這裡就是刻意我就不要講到太過困難了 不想擾亂大家 但是大家有個印象 就是說這次其中一個人覺得 比上次那個發射更加漂亮的那個位置 你是真的看到它更加漂亮的 就是它整個噴射流出來的那些這樣的Mark Diamond 就是那些噴射流出來的一個個一串串的菱形結構 就是代表噴射速做得很對稱很漂亮 那麼這個也是拜祂因為那33支噴射引擎無一缺席 完完整整地將你送到去預定的2分40秒那一刻 然後做分離 分離那一刻其實很激動的 真的看到它很漂亮很準時分離了 然後後面那一節就慢慢飄走了 然後之後也都有一些的 就是它的分離很有趣 它是在後面那一節那33支火箭 沒有完全關掉 它關掉最後三支 然後前面那一節就開著 就是說後面那一節不用關掉的 就是前面那一節就已經開著繼續去推進 這樣做是比較對能源效益是好一點的 是由這個冷戰時期 蘇聯去進入太空競爭時代 或者是那個導彈競爭時代的時候 由蘇聯他們實踐了這種叫做Hot Staging 熱分離的技術 整個Hot Staging 第一次試射是沒有做的 第二次試射才引入 所以是第一次試就成功了 所以我覺得這個Hot Staging 熱分離那裡 是另一個很令人振奮的地方 就是它一下就成功做了這個熱分離 但是完成了熱分離之後 就開始不是太好結局了 原先後面那一節 它要重新開著所有引擎 然後讓它達到預定軌道 降落到發射台附近那裡 因為我們預計它是可以回收的 但是誰知道它分離之後 然後隔了十幾二十秒 爆了 為什麼會爆呢?現在還不知道 但是暫時就有一個跡象看到 就是說在它甩開了 要重新進入軌道 降落回去地面的時候 是需要重新再點燃一些引擎的 但是似乎就不是很齊腳了 那一刻就說關機之後再點回來 就是關機分離完再點燃的時候 似乎有點不齊腳 這個就要進一步看看SpaceX那裡 下一步公佈下來的錯誤報告那裡 是會怎麼說的 為什麼會解體呢? 就是下面那次推進器 前面那次推進器沒有受到影響 它繼續去前進 成功點燃繼續前進 而且成功完成它整個點燃的過程 因為在它分離之後 它會繼續去點燃它的火箭引擎 直到去到8分30秒左右 它就會燒光它想要燒的那些燃料 然後就會飛去目的地那裡 它成功順利去完成這個點燃 將整個火箭的高度提升到 去離地面145公里 那個速度達到每秒6點多公里 是達到預定的那個高度和速度的了 但是很古怪 又是現在不知道為什麼 也都在差不多的時候 失去了聯絡 而失去了聯絡之後 按它的預定設定的程式 就會自我毀滅的了 就是說它剛剛好進入了預定軌道 剛剛好燒光它要燒的燃料 正要順著這個世界 繼續朝著目標飛去的時候 它就失去了聯絡 然後就解體了 來到這裡可以在這一節總結這樣說 比起上次做多了什麼呢 改進了那個發射台的質量 對周圍的環境少了影響 第二 推進器33支火箭的問題完全解決了 完全是齊腳同一時間點燃 然後中間沒有斷纜 齊齊整整一路去到那個分離狀態 然後問題就是 後面關掉之後怎樣再開那裡出了一些問題 而整個熱分離的程序 在這次第一次引入第一次測試就成功了 然後前面的火箭可以繼續去 如果不是那個通訊斷了的話 照計它應該可以順利地去進入那個軌道 就繼續去到那個太平洋的目標邁進 那就是在那個安全度 盡量保障安全度是做足了的 因為它是等到它的火箭沒有跌下來的時候 就已經先毀滅了 於是火箭的碎片 跌回到那個大氣層那個中間層那裡 基本上就好像流星一樣燒毀了 就好像平時一般的衛星進入地球大氣 就會在那個離地面100公里那個位置裡燒毀了 於是對地面沒有影響 另外那個推進器本身第一節上去的時候 也都在那個高空裡爆了 也都對周圍沒有什麼損害 所以整個過程他們很有信心 就是起碼沒有造成任何人和財產的損害 所以他們覺得就是成功 如果這樣說 比起第一次來講 我覺得那個進步很大 是成功了的 就是如果上次你說是50%成功 今次是說80%成功是可以的 那下次就很大機會就會是 就應該要是100%成功的 好 那我們早就結束了 我們下一節再回來 我們下一個月才會 這個月才會輪到最好的 我們來講 請說 這位就是 こ seine甲蕁 先生 我這個月才會兩個 我們 queremos做吧 我們來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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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